辽宁南篮大胜山西南篮 放大十倍后看细节 原因清晰可见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山西队没防守 遇到防守强的队 稳输没赢 全联盟二流球队 遇强队集体牙火 无意人有担当 能进季后赛已烧高香了 昨晚的辽兰小将上场表现 很不给力 不是不敢投篮 就是投篮不进 很不珍惜上场机会 拼抢不够主动积极 郭艾伦这几天刚随队训练 应该是为季后赛考虑了 至于上场找状态 球队会合理安排的 看训练状态还不错 从明晨昨天打得很好 烟手棋难得有一次好的发挥 不过 辽宁队的后备队员 是CBA联盟里最差的 准确地说 他们几个没有培养价值可言 根本就没有打CBA的联赛能力 现实的辽宁队已经失去了 争夺冠军的能力 季后赛是对他们最终的考验 靠几个年迈的老动员去争冠 只能说是开国际玩笑 辽宁南兰外教 你就别指望练新人了 还有这一批球员 我感觉没有特别值得培养的 不知道明年 有没有一两个潜力股上来 辽宁南兰考虑到目前常规赛 虽然现有人员承受一定的压力 但每场比赛取胜都要克服一些困难 特别进攻轮转上显得比较紧张 但还能应付基于上述考虑 争取更多时间让艾伦彻底把伤养好 于泽晨 李虎逸给机会是真不争气 烟手棋 今日两个三分挺争气 从明晨竟显投手本色 富豪最近的状态是真的差 赶紧找找状态吧 你想把老二大哥累死啊 富豪他是天赋不高 打球一根筋 三分练出来能当个替补空间 大前锋用 如果三分练不出来 替补都不太敢用 防守能力基本为0 背身那点技术太拖节奏 打不成就是被快速反击 小从第一个三分 是在底脚两手主腿休息 其他人疯狂跑位 他一动不动 心想这货怎么第三节刚上场就累了 等他直起腰时 球就来了 接着张手就进了 该说不说 把山西打没电了 多亏小从这几个球 山西队教练没有战术 外援一个是浪头 一个是太年 球不传 处理球员状态低迷 年轻球员有点搞笑 惨败不可避免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 我会继续加油的 看到大家都是这样的 例えば 我会继续加油的 我会继续加油的